因為金融市長罷免案市民已經在十月四號 陸續收到這張投票通知書 以這種社區道路為例 通常都會放進信箱裡面 確保市民都能收到 但卻有監視器畫面拍到 一名男子將郵箱裡的信件 通通抽出 而這一次就是罷免投票通知書 畫面一出引發討論 實際來到社區 雖然回收箱早上已經清空一輪 但仍有零星幾份通知書 被棄置在回收桶 一般的民眾仍然是需要投票通知單 確定他們的投開票所 住戶跟清潔癌都有一個默契 只要是紙類文選品 都會放在信箱的最上層 確定他打草之後 在上層回收到很多這些投票通知單 那最後都歸送 集中到這個社區的清潔區裡面 里長授出照片證明 五號下午開始發放 而且每戶都有發到 認為只有兩種狀況 民眾自行丟棄或遭人惡意抽走 警方也接獲報案 但投票通知單要是不見了也可以到選委會官網查詢 投開票所 當天有身份證 印章就能投票 還有人在地方社團發文寫下通知單中夾帶一張 反霸樑文宣認為這樣不妥 對此金龍市選委會也強調 不得有違反行政中立情勢 霸樑團體也拍下照片指控 崇洋敬老禮品上 直接貼上大大的文宣 發放現場還有不少穿反霸樑背心的工作人員 面對指控國民黨金龍市黨部 已經前往派出所備案 市府也強調秉持行政中立 崇洋敬老禮品 無家帶任何罷免或反罷免相關文宣 事後將派員前往警局要求立案調查 華視新聞 金龍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